时光清浅 为书能言 明朝时三十四岁的袁了凡 去七峡山拜见云古禅师 进行禅修 在一次对谈时 他忧愁地告诉云古禅师 他曾被孙命先生说过 官作不大 命中无子 云古禅师问了他一个问题 你是想得到高官厚禄 以及子孙绵延 梁了凡点头承认 云古禅师告诉他 命有己力 福有己求 一切皆有因果 何必自寻烦恼 梁了凡醍醐醐灌顶 不再灰心丧气 最后 因勤肯治学 而考重进士 引积极养生 而生了许多孩子 国学大师齐善红说 人间道理千千万 唯有因果不虚 万事万物 皆在一饮一酌 我们只管专注于当下 不必慌张 一切自有最好的安排 一 德施英国 1997年 贾平蛙被一位叫 安波兰的法国翻译家 找上门 对方表示 愿意以一万美金 买下费都 在法国的版权 当时 这部小说备受争议 他遭到很多批判 处于人生最低谷 所以 一听到这个条件 贾平蛙便 欣然同意 很快签订了合同 没过多久 一个懂法语的朋友来访 看了合同后说 老贾 你被骗了 原来 合同上写的是 一万法郎 而不是当时说的 一万美元 两者相差四五倍 贾平蛙气得当即 就决定飞往巴黎 和对方打官司 朋友赶紧拉住他说 你现在去打官司 你会法语吗 你有门路 请律师吗 听到这话 贾平蛙一下子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缓缓地说 算了 毕竟法国人 能看到我的作品 终究是好事 很快 他就将此事 抛在了脑后 但没想到 几个月后 一条爆炸性的消息 就传回国内 法国版费都 一举拿下了 法国三大文学奖之一的 费米娜文学奖 这次获奖 使得国内文坛 开始重新评估费都 并最终肯定了他的价值 事后 贾平蛙很是感慨 没料到 放弃了一些利益 却得到了巨大的名声 一书说 有得有失才是人生 切勿奋奋不平 对于一时的失去 资助比较 最后只会给自己找不痛快 人生不过得与失的集合体 命运在这一刻 会拿走你的一切东西 下一刻也会缘缝不动的 回馈你一些东西 生活不由人 得失意难量 凡事紧紧地握在手里 就会自求于内心的牢笼里 看开一点 看淡一点 很多失去的 在兜兜转转后 会以另一种方式 回到自己身上 大概就如 余光中在 周子的碑歌中写的 一条破老的白帆 露去了清风一半 却引来了海鸥两三 二 成败因果 画家李可然 有一枚图章叫 废话三千 这是为了鼓励自己 不要担心画的不好 因为画差了也没有关系 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他说 怕画坏就会没守成规 不敢突破 老在自己的圈子里转 这是懦夫性格 成固然心细 败亦可惜 忍着一生 要经历明浪暗交 要遭遇高峰险爱 在抵达终点前 必须有无数次跌倒和爬起 看不透这点的人 可能一点不顺 就抱怨连连 容易就此消沉 沦为庸人 通通的人 明白成败皆是过程 他们以失败为养分 以苦难磨练自身 最后越搓越勇 于华的成名之路 并非顺风顺水 写作出奇的他 经常被退稿 有些稿件 甚至直接被邮递员 扔回了院子 当时 于华有位同事 就劝他放弃 说自己也曾这样努力过 还说 我的今天 就是你的明天 但于华 反倒有一种 你越退 我越写的气势 他拿着退稿 会先研究 为什么会被退稿 然后 看看是哪里 退回来的 再找一个 比他更低档的杂志剂 于华说 自己的手稿 被邮递过的城市 比他后来三十多年 去过的城市还多 无论遭遇多少失败 于华都耕耘不止 练习不息 最终凭借活着 一举震惊文坛 京士长志 立世成人 无论是工作上的失忆 还是考试上败备了 这些难关 既是磨你的 也是来度你的 人生如长河入海 决定胜负的是 百川俱来的红沛 而不是 一关以爱 一时一地的窥瘾 王阳明曾说 人间道场 与你生怜 世间磨难 皆是底力切磋我也 生活是道场 地骨也是修行 王阳明 因为得罪了宦官流锦 被贬到贵州农场 农场处在 万山丛极之中 瘴气弥漫 不少被贬之人 在农场 熬不过半年 就会抑郁病死 随遭遇困境 王阳明 并未就此颓废消沉 他找到一处 山洞鸡身 白天开荒种菜 晚上打坐毒精 回想这些年来 接二连三地不幸遭遇 王阳明却自我宽慰说 目见荒芜 心向明日彰 放眼是一片狼藉 心中却盛满光明 福兮祸所福 祸兮福所以 虽身处龙山这样的恶劣环境 王阳明却有时间 把一生所学的 如实道 融会贯通 也能沉淀内心 叩吻心中的大道 三年之后 王阳明一夜 悟道 心学大成 没有这次 被贬折之心 就没有这一场 名传千古的 农场舞蹈 潮落中 蕴含着潮起的力量 衰败里藏着心生的希望 一味哀叹自己 山穷水尽的绝境 就难以迎来 柳暗花明的转机 生活特别仁慈的地方 就在于 永远会给乐观的人 你入口 明末 思想家 顾炎五小时后 得过天花 差点丢到性命 后来 虽然侥幸痊愈 从此变得体弱多病 要不离身 而且因为天花 她的左眼球上 长了一层白膜 视力也变得模糊 她从未自远自异 反而因为眼疾 让她更加珍惜 读书的日子 顾炎五 勤奋苦读 每天温书两百页 功课做不完 绝不睡觉 她以过人的毅力 抄写了三百万字的 资质通鉴 外出时 也在毛驴上挂着书 边走边读 随时查阅 历经几十年的辛劳 终于成为 有名一代出色的学者 有人说 因为眼疾 间接造就 顾炎五成为一代大家 起落境雨之间 霍福自有因果 不抱怨低谷 因为今日愁云残淡 明日可能 风光盛大 1924年 梁思成赴美留学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学建筑系 有一天 他给父亲梁奇超 写了一封信 说自己已经在 宾夕法尼亚大学 学习了三年 每天都在 画头绘制 忧愁出路何在 梁奇超回信说 我生平 罪福 曾文正 两句话 莫问收获 但问耕耘 将来成就如何 现在想他作甚 能折磨你的 困扰你的 无非是一时的失败 一时的不如意 学会停止内耗 活在当下 想要的 自然会水到渠成 最后 送给大家 沈从文的一句话 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 结果 却又若 宿命的必然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够 对您有所帮助 感谢您的 耐心聆听